巨王捕鱼感受丰收 凭借资源就地取材 真的很满意 一年还有和巨王的收入 对吧 今天的生财有道 让我们一同走进德青夏煮湖 感受丰富物产带来的幸福感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浙江省的德青县 这里正在举办巨王捕鱼 和品尝鱼汤饭活动 此时此刻您看 巨王已经开始要渐渐收拢 我们大家对于今天的收获 都充满了期待 看到湖面上不断跃出的这些鱼 会让人觉得特别愉悦 而且说实话 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 就是一个幸福的 一个充满希望的一个过程 位于德青县内的夏煮湖 是浙江省内第五大内陆湖 早在五月时期 这里的村民就以养鱼捕鱼为生 每年冬季 当地渔民们都会在湖中 撒一张千米大网 等经过二十多天左右的时间 才开始盛大的拉网起鱼仪式 整个拉网的过程大概需要四五个小时的时间 而随着鱼网被逐渐缩小 越来越多的鱼越出水面 此时可以说整个拉网捕鱼活动 就迎来了真正的高潮 看那边鱼都已经蹦到鱼船上了 哇 看那 哇 好大的鱼 哇 我搭到了一条大鱼 哇 这条大的鱼 这条大鱼 贤师傅 这条鱼哪有多重 这条鱼哪有九斤都八斤了 九斤 八九斤的大鱼 哇 属于我的了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到这种鲸网捕鱼 真的是特别兴奋 而且也替这些渔民们感到高兴 在这个捕鱼现场 就是你到处都能感受到 大家对于这种丰收的喜悦 太棒了 沈师傅 咱们这里夏主湖里都有些什么鱼啊 夏主湖里都有些什么鱼啊 夏主湖里都白里 花里 草鱼 碧鱼都有的 您预计像这一网能有多少斤啊 大鱼 我听说五万斤左右吧 能有五万斤啊 能有五万斤啊 啊 还好多鱼 就这五万斤 能给您带来多少收入 大鱼 平行五倍去嘛 二十五万吧 您觉得这个收获可以吗 那还可以点 每一次都能有这样的收获吗 有的时候还多呢 还要多去吧 对 看着这让人高兴 这让人兴奋 就是啊 太激动了 夏主湖里的鱼 大多是当地渔民每年投放鱼苗 人放天养 自然生长 到了捕鱼季 这些大鱼都会为当地渔民 带来丰厚的收益 同时 当地的渔民们 为了犒劳自己一年的辛苦劳作 祈祷来年风调雨顺 每年在丰收之后 都会制作当地的特色鱼汤饭 师傅 咱们一锅 能做多少斤的鱼啊 做两百五百斤 这一锅两百五十斤的鱼 我们一共有多少个锅呀 一共七个 七个同样的锅 一锅就是两百五十斤的鱼啊 那就得用掉一千七百五十斤的鱼啊 咱们一做鱼汤饭用的都是什么鱼 包头鱼 包头鱼 白脸 包头鱼 白脸 也就是都是咱们下煮湖里的鱼 对吧 炒鱼 就是刚刚打捞上来的 对 制作鱼汤饭其实并不复杂 热锅里放入底油 带油七八分热时 放入姜 蒜 辣椒爆锅 倒入切好的鱼块后 再倒入适量生抽及黄酒调味 待上色完成后 再加入水直至没过鱼肉 大火炖煮二三十分钟 直到鱼肉炖的鲤骨就可以出锅了 吃鱼汤饭咯 大厅人跟我介绍了 鱼汤饭就要这样吃 其实说白了 鱼汤饭就是鱼汤泡饭 赶紧尝尝什么味道 我一个人说了不全微 我旁边的大哥说了 您觉得鱼汤饭怎么样 很好吃 真的很香 对 因为它是新鲜的鱼 是不是 是的 特别香 然后跟这个米饭泡在一起 有米香 有这种鱼香 对 就是非常下饭的感觉 对 非常不错 您觉得呢 还不错 你觉得鱼汤饭好吃吗 好吃 很好吃 夏煮湖的传统习俗 鱼汤饭传承至今 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鱼汤泡饭了 而是逐渐演变成为 当地的湖仙宴 菜品的主要食材 都来源于夏煮湖 品尝着这些味道鲜美的湖仙 当地百姓感恩这一片 湿地馈赠的同时 也寄托了他们对于 未来美好生活的 殷且期盼 估计呢 现在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啊 一说起夏煮湖呢 就会想到鱼汤饭 而一提鱼汤饭呢 自然就会想到夏煮湖 当地人啊 跟我介绍说 这里呢 除了鱼汤饭之外 还有一道美食 也是不得不尝 那就是鲍鱼 鲍鱼是种什么鱼 它又是怎么做的呢 别着急啊 现在呢 就跟我一起去一探究竟 在当地人的指点下 我们的记者来到了 离夏煮湖景区不远的 二都小镇 应该就是这里了 您好 您好 我是想来问问鲍鱼是种什么鱼啊 鲍鱼就是新鲜的那种草鱼 做的油里面炸过来 这种鱼 难怪叫鲍鱼 我懂了 鲍鱼就是油炸的鱼 所以叫鲍鱼 史金鸿和丈夫 经营的这家店面 虽说不太起眼 但它却在当地小有名气 究其原因 正是因为这里烹制的鲍鱼 鲍鱼面是我们这里的特色 也是我们这家店的特色 来来来 头先进去 来来来 来来来 制作鲍鱼 首先就是要有下煮湖的新鲜草鱼 草鱼去掉鱼头 一抛为二后再切成大块 鱼头是不要的 鱼头不要的 鱼块切得是否均匀 决定了鲍鱼的火候与口感 一口锅用酱油 黄酒和八角调制 另外一口则开始油炸鱼块 相当于我们做这个鲍鱼的时候 是要两个锅同时在烧 对 炸好了因为可以吃了 这个就可以吃了 马上就可以吃 鲍鱼是不是我们当地人 家家户户都会做的一道美食 差不多 基本上都会的吧 基本上都会 对 做菜的基本上会做的 做的少 平常 像我们基本上天天要做的 鱼块炸透 直接放入料汁中 待完全入味后 一份酸甜酥脆的鲍鱼 就可以出锅了 味道怎么样 特别香 特别香 里面放了糖 这个糖又能提鲜 就是炸过了之后的那种 鲜香鲜香的 非常好吃 除了直接食用 本地人更喜欢用鲍鱼 制作鲜虾鲍鱼面 肉丝 和虾与青菜爆炒 添水煮开后 放入鲍鱼和面条 很快 一份富有下煮胡特色的鲍鱼青虾面 就做成了 鲍鱼面上海也有的 但是它这个味道不一样 真的 这个味道的就是 这里当地的味道很鲜的 吃来吃 我们关口味嘛 吃吃来吃一下 鲍鱼面好吃点 在史金红的印象中 自家面馆的客人 不仅有外地游客 更多的还是一些 相熟的街坊邻居 大家有时排队等着 就是为了这一口 地道浓香的鲍鱼面 都是回头客很多的 吃过来就喝很多的 像周边附近的 吃过来就 第二次来就吃鲍鱼面了 街坊邻居的认可 让史金红的面馆 渐渐有了名气 史金红介绍说 二十元一碗的鲍鱼面 他每天都能卖出一千多元 就早上中午住住 下午跟晚上都休息的 收入每个月有一碗多 再加上退休金 已经很满意了 传统地道的狐鲜美味 自然会吸引来诸多食客 方建华的休闲农庄 也是因为几道狐鲜招牌菜 而备受食客的青睐 因为我们这边靠近 下竹虎的嘛 对吧 因为我这个是就地取材 这个也很重要的 鱼门打上来的鱼 我直接收购 这样的话 你这个鱼很鲜鲜的 很好的 方建华 土生土长的德青人 对于下竹虎里的狐鲜 他是十分熟悉 怎么做 如何做 方建华会在不同的季节 有不同的安排 好大一片鱼角堂啊 对啊 这边就是我们的那个老鱼角堂 现在已经鱼近尾身了 现在我们去采那个原材料 做成那个鱼汤 您是说拿老鱼角 来跟狐鲜一起来做一道菜 对 做成一道菜 把它再作为原材料 听着就很新鲜 走吧 鱼是一年生草本水生植物 又称水中落花生 是我国比较常见的水生植物 尤其以长江下游太湖地区 和珠江三角洲栽培最多 因果实形似牛角 所以被称为菱角 大姐 您就是用这个大木盆 去采菱角是吗 是啊 那我们能跟您去吗 不合华的呀 我坐那个盆不行吗 不行的 那么坐在它后面 试一下可不可以 你试一下 那您带着我行吗 带着你试一下看 行行试一下 听着还挺危险的 我给您扶着您先上去 我不要你扶着 你等一下 我做好了你就下来 好嘞好嘞 我听您指挥 您说我上我就上去 那久久了不落地啊 我先把您落回来 然后我上去呗 好你上来 你上去呗一下 呗到 发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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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动啊 我不动啊 我自己扔了 我自己扔了 哈哈哈哈 我自己扔了 我自己扔了 你扔了 好了 我扔了 不要动啊 我扔了 不要动啊 你扔了 不要动啊 你扔了 肥子肥子来过 不要动啊 我扔了 你不要动啊 你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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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不要动啊 你扔了 可是我要是一动不动 我为什么要跟着去呢 哈哈哈 你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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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像这一大天堂 是您自己的呀 是呀 哇 这说话的功夫 大姐已经把菱角踩上来了 你看多像那个水牛的那个脚 您这菱角怎么卖呀平时 平时菱角有人来算的 有人来收啊 来算的 那已经能卖多少钱呀 两块钱已经 您这么大一个菱角堂 能卖出多少钱来呀 八九份啊 哇 这么一片菱角堂八九万块钱 赵大姐介绍说 仅就他们村 菱角堂就有两百五十多亩 每亩都能收上上千斤的菱角 不论是生吃还是入菜 菱角都很受大家喜欢 大姐您告诉我 那菱角在什么地方长的 在什么地方长的 嗯 我帮你看啊 我帮你看啊 好 你看 我看 你小心啊 看看看 这菱角啊 是长在这种菱的上面 看 这有一个 这还有一个 看 好大的一个菱角 而且很脆啊 大姐 嗯 脆的啊 菱上轻轻一碰就掉下来了 是啊 对 您帮我把这东西拿上来 我帮您往下摘 我跟大姐配合的越来越默契 哈哈 大姐记着我 我来往下摘菱角 大姐说为了便于采菱角 所以他们当地人都用这种大木盆 是啊 他这个大木盆的平衡就很难掌握 我刚坐上来的时候呢 大姐一直嘱咐 你不要动 你不要动 哈哈 大姐就怕把我翻到水里 但是 坐了一会儿之后呢 我觉得咱俩都适应了 是吧 我也能 我们回来了 好 有没有啊 有啊 有没有说过啊 你看看够不够 哦差不多 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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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挺多的 过了一道才过了 我们刚采过了水里的灵角 现在呀又要挖这个地里的食材 我相信呀很多人已经看出来了 我们要挖的是芋头 你看啊工具 手套 我们全部都准备好了 对对对 我们呀挖芋头之前一定要戴上手套 因为这个芋头的汁啊 弄到手上的会痒了 所以必须 所以要有劳动保护 对 旁边的草处一下对吧 再稍微松动一下了 就可以把它挖出来 把周围的土要松一下啊 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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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哎呀 看来方老板这个工作也不是经常做呀 对 挖断了 芋头被挖坏了好像 对 挖芋头看出来是个立体活 哎呀这行了 哇有很多上面 对 看看 全部都是 芋头 看 看 这一个底下有好多啊 看 好多 好了啊 看我的 看我爬的芋头 把它往外踩 好像不 拿这样扳一下 这样扳一下 人都这样 往往往这样子 对对 撬一下 哎呀 什么都是有方法的 我好像这个好弄 我好像没挖进去 你来个葱呢 哎 看 包老板 包老板 直到有方 芋头和菱角一样 都富含淀粉 所以当地人都喜欢用它们来做成园子 而园子烧鱼头则是方建华山庄的招牌菜 玲角与芋头蒸熟 趁热加盐 搅拌成泥 捏成园子后放热油中炸透备用 鱼头 鱼头油锅中煸炒 放料酒去腥后加水 放五花肉片和冬笋 大火熬炖 直到鱼头炖熟炖透 再放入炸好的芋头菱角园子 出锅时放胡萝卜与香葱点缀就可以了 下煮湖特产三角扁鱼也是必点菜品之一 制作三角扁鱼 无论是清蒸还是红烧 都是格外鲜嫩好吃 而今天的烹饪方法 则是最受下煮湖游客欢迎的红烧 很烤的 好的 好的好的 对 三角边缘有名的心 这些胡萝卜绝对OK的 我们这里周边 韩州啊 富阳啊 都要赶到这里来吃 就两百公里以内都往这里跑 依靠资源 就地取材 方建华在保证下煮湖胡萝品质的同时 也着力突出地方传统特色 凭借着如此的经营理念 方建华的山庄自开业以来 经营状况良好 很满意的 包括不要说是外地人 我自己本土的待在这里 我本身就很喜欢农村的 对吧 这里空气 环境各方面都很好 因为我早上起来的话 又可以看到那个青山绿水的 真的很满意 一年还有十几万的收入 对吧 德青夏煮湖始终坚持生态优先 发展并行的发展理念 率先开展渔业养殖为水治理 以绿色农业 休闲农业 智慧农业为发展方向 拓展 文创 旅游等多种业态 带动村民致富增收 我们夏祖湖在打造全域旅游这一块 做了很多工作 也记录了人气 也打响了我们的品牌 我们现在正在打造最美四地夏祖湖 全域旅游新高地 我想通过我们的鱼汤饭也好 通过我们五一级景区创建的启动也好 来这样把我们夏祖湖的品牌 打造得更响 更亮 更美 当地人跟我介绍说 夏祖湖的很多食用鱼类 都是由景区放生养殖的 它们让这些鱼苗自由生长两到三年 个儿头达到一定标准之后 再组织捕捞 这样做不仅防止了过度捕捞 做到了可持续发展 同时还保质保量 让夏祖湖最鲜美的鱼 能够分享给四方宾客 也让大家把这些最鲜美的味道 能够保存在自己的记忆当中 感谢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